來關心天氣 那事實上今天的天氣形態跟前幾天都蠻類似的 中午過後開始有明顯的對流發展 那今天整個桃園以南的地區 包含了靠近山區的平地以及山區 在接下來的時間 其實都還是有降雨的機會 中午到下午是比較顯著的降雨 那在這傍晚以及晚上的階段時間 都還是有一些的零星降雨出現 而未來一週 其實大家要注意到的 還是有一個低壓的系統 我們從下個星期二的這張降雨 以及氣壓圖上面可以看到 一個低壓帶持續的往東北 西北的方向來移動 未來持續接近臺灣的東北側 目前看起來他在下週二 下週三 有機會成為一個熱低壓 甚至是颱風 那他在附近的水氣量 其實是持續的增加當中 而對我們來說 會有一些局部的鎮雨發展的機會 而我們從風速及風向圖可以注意到 他在下個星期二的時候 中心的風速是持續在增強 但是相對來講 臺灣附近的風速並沒有這麼的強 因此未來他在持續移動的過程當中 如果比較接近臺灣的話 那當然對臺灣的天氣狀況擾動 會是更加的明顯一些 不過未來一週的天氣趨勢 我們先幫大家來整理 在週六 週日這兩天的話 隨機略減 午後是有些局部的鎮雨 下個星期一 星期二這兩天 低壓還是偏弱 在白天天氣炎熱 東半部有些局部的鎮雨 中午過後各地都還是有 雷鎮雨發展的機會 而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低壓就已經開始接近到 臺灣的東北側了 下個星期三 星期四這兩天 就要看到這個低壓系統 對於臺灣有沒有接近的影響 如果比較接近的話 那當然水氣一進來 對臺灣的天氣狀況 就會更加的不穩定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週休假期的天氣狀況 在北部地區高溫 可以來到三十三到三十五度左右 桃園 苗栗 有些局部午後鎮雨的機會 中部地區高溫 同樣可以來到三十四到三十五度 注意山區有些比較明顯的雨勢發展 而在南臺灣的高溫 則是可以來到三十二到三十四度左右 東半部地區花蓮午後有些鎮雨的機會 高溫在三十二到三十三度 而在外島地區 馬祖的高溫三十一度 金門坑澎湖三十二到三十四度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資訊